哈囉大家好,我是純陽 今天要聊的是一款不合邏輯的橫向解謎遊戲 The Missing JJ 馬克菲爾德與追憶之島 為什麼會說不合邏輯呢? 不合邏輯的原因源自這座奇妙的島嶼 即使身體撕裂 燒傷 重擊 瀕臨死亡的少女總是能一次又一次的重生 然後再次前進 奇妙島嶼的設定也延伸出多項解謎要素 為了前進你必須不停的讓自己的身體支離破碎 像是截止手臂 以手臂代替物品砸向目標物 以自焚燃燒阻擋道路的食物 以自焚燃燒阻擋道路的食物 只要頭部沒有被摧毀 主角都可以不停地再生 獸女前進的動力源自她的朋友 為了找尋下落不明的朋友不得已自殘前進 即神奇又神秘的島嶼 加上JJ與朋友之間的謎團 讓故事本身帶有一定的懸疑度 也是我持續玩下去的動力之一 製作人是一位在電玩界相當有名氣的日本人 莫宏秀孝 擅長說故事同時也很會製作出讓人印象深刻的遊戲機制 而民心在JJ是她離開遊戲界並成立工作室的第一款遊戲 選擇以橫向簡明作為工作室出道作我覺得挺大膽的 一方面是和她以前經手過的遊戲類型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簡明遊戲畢竟是小洞類型 若沒有強而有力的特色很容易遭到玩家忘卻拋棄 而遊戲在2018年10月發行至今仍維持著極度好評的評價 對於工作室的發展來說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開始 遊戲美術非常精緻 細緻的美術卻又添加自殘這種重口味的血腥設計 索性遊戲畫面並沒有刻意去強調血腥的效果 沒有過於浮誇的見血 結之後選用黑色掩飾不舒服感 整體的視覺觀感並不會有噁心想吐的感覺 甚至讓我感到有些溫和 本作的音樂和音效搭配得相當令人印象深刻 簡訊的環節大多是沒有音樂的 你可以清楚地聽見少女自殘的哀嚎聲 骨頭碎裂聲 而當音樂響起時往往是故事大推進的時刻 音樂搭配故事所渲染出的氣氛非常加分 強烈的帶入感讓我在通關後不時的還會想要播放回味 I tried to step back in time to when our lives felt more simple to when each day was better than the last when nothing felt quite as great 故事本身是有謎團的 這項謎團在遊戲中會透過訊息給予提示 直到最終階段一口氣爆發 不管你是中途就察覺的玩家 或是最後才發現真相的人 我都覺得會有不同層次的驚喜感 謎團所夾帶的情感讓你跟著一同深思 比起一般簡謎遊戲 本作多出了更多的想像空間 遊戲中可蒐集甜甜圈 蒐集到一定數量後會解鎖設定集 以及少女和朋友之間的對話內容 設定集和故事本身有非常大的關係 建議一周幕後再一口氣觀看 總結來說這是一款非常創意的簡謎小品遊戲 將自己當成簡謎的道具 精緻的美術 讓人印象深刻的音樂 以及扣人心血的故事一一觸動著我 Steam售價845 遊戲時數不長 建議特價時再購入 也很期待製作人接下來的新作任貴爛 把遊戲做出來別棄坑啊 我是純陽 喜歡今天的遊戲嗎 不認識不喜歡留個連告訴我吧 那我們下部見 掰掰